大家好,今天小梦是个调皮鬼 给大家讲一下开心鬼的第二部 开心鬼放暑假 话说上一部开心鬼里的猪秀才 投胎转世成为康辛贵 康辛贵用粤语讲跟开心鬼谐音 可是康辛贵康老师从小到大 被自己无处安放的超能力折磨 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直到他又遇到一帮香港高中女生 没错,套路还是那个套路 今天的日子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但是这伙的高中女生可不再单纯 挖得一手好坑 是开心鬼间了都怕的一帮调皮鬼 自称baby少女组 在老师椅子上涂椒水 在教室门上放一桶面粉 讲台抽屉放着老鼠 骗老师的前名戏弄女老师 偷隔壁和尚学校男生的衣服 果然baby又调皮 然而万万没想到 这个康老师有超能力 提前知道调皮鬼们的雕虫小技 早就有所准备 见招拆招 牛逼到没朋友 不禁说此 开心鬼康老师还是个油腻boy 一眼看上了隔壁学校女老师 第一次见面就扯下女老师袖子 还扯破了女老师裙子 场面一度失控 开心鬼班上的调皮鬼看着挺横 却在和隔壁学校联姻的运动会中 被隔壁钢铁指南老师带领的 山东班猛青校队无情碾压 据说他们已经连赎多年 连风骚女校长都看不下去 准备退场 说时时那时快 开心鬼又用超能力 帮他们赢得了比赛 于是开心鬼和调皮鬼成为了好朋友 调皮鬼趁着暑假帮开心鬼泡女老师 安排了一次旅行 这么贴心的学生 请给我蓝衣打 可惜没用的开心鬼 被隔壁钢铁指南老师耍得团团转 调皮鬼看不下去 亲自上陈帮忙 结果还是败下阵来 安慰他说 你继续加油 我精神上支持你 于是开心鬼只好再次施出超能力 硬抢女老师 结果皆大欢喜 女老师被他们两个成功气跑了 80年代老港片热闹非凡 每一部都拍得像贺岁片 老一辈导演演员编剧 对电影的热爱 已于言表 废话不多说 小梦觉得看就完了